这个是传统印象之中的长洲 这屋是密麻麻的 这是我住了一个星期的长洲私人度假屋 在沙滩旁边 我住的山顶岛 旁边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大班屋 包括仪和、自地、太古 面对着无敌的海景 原来长洲除了很圈蛙的海旁大道 大家常常在那里吃海鲜 亦都有无人的沙滩 静到你以为一刹那去了外国 如果告诉你 我现在身处在毛里头斯 或者是马尔代夫的无人沙滩 你都会相信 不过 开始吃我的早餐了 其实我们每天都松松茫茫 忽略在身边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其实都不一定要不想去小梅沙 人逼人 你在香港已经有这么漂亮的沙滩 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这里距离中环 只是半个小时的船程 很方便 我是因为我的视力出现了问题 是摩摩脱落 做了手术之后 在家里拗了整个月 养病 真是受不了 因为很久没试过 一个月都不出门口 所以我的一个阿姨 就借了她私人的渡假屋 给我 就在这个这么漂亮的岛上 我就有点时间 可以慢慢在这儿发掘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长洲 中环的五个码头 这里就是去长洲的渡轮 半个小时一班 快船或者是普通船 快船就让我四十分钟 普通船是一个小时左右 坐渡轮本身都是一种享受 左边就是香港岛 右边就是九龙 看到这些这么漂亮的大厦 在后面慢慢远去 本身都是一个享受 这边已经是西华 很快已经看到长洲了 接着看到很多预算 已经是长洲的码头 我今次入住的 就是长洲的南边的私人渡假屋 长洲的地形就像一个沙槌 中间最幼身就是最繁华的地带 也是码头所在 哇 相隔了二十多年 直至回来长洲了 我原本以为长洲会很少人 其实大家看看这条街 多热闹 全部都是人 太多年来长洲了 哇 出去中环的船 给大家看看 好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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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细长龙了 哇 长洲气院 哇 现在维修完了 哇 这个真是古老 你看这个 长洲气院 哇 内面全都是草 哪里呢? 在哪里的? 在哪里的? 本地的,长洲的,白饭鱼 哇,这个是这么大的 没有啊,没有啊 这个是怎么吃的?用来蒸冬瓜切瓜汤 蒸的? 煲虾煲有味道 煲虾也可以? 这馒头吃得更好 洗微波炉气炸锅或者锅炉 焗它十五分钟 熟了,茶蜜糖,熟啤酒 这就一流了 哇,这些咸鱼很漂亮 麻油 一百九十元一条 鱼香茄像咸鱼鸡蛋 像粒粒 用来提出鲜味 你吃虾干,这些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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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不吃也可以 本地红蝦 是吗? 真是本地的,一百七十元一巴 是本地 太小了 啊,真是很香啊 你说得对啊 哇哇菜 炒这个虾干 嗯 晚上不要过煮饭 我来煮公仔麵 米粉通芯粉也可以 离开了帆桥的海旁 走到山顶 这里就是一些高级住宅区 比如说有宜和大班的度假屋 还有很多上市公司的度假屋 欢迎光临,我在长洲的家 现在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就是这一栋 这个就是一个私人的度假屋 不是拿来出租的 很有幸,我一个伯母就借了给我住 它面临前面呢 就是一望无际的中国海 南中国海 附近呢 这里是山顶道来的 长洲的山顶道 附近都是那些渣甸 乙和那些度假屋来的 看到一个很美的海景 很宁静啊 这里睡觉真是睡得很舒服 那进来参观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客厅来的 客厅呢 你见到中间就是客厅 那些地砖也是有些历史的痕迹 一个挺古老的地砖来的 它分两边的 左边和右边 我们先看看右边先 右边这里就是一个 书房或者是偏厅 在这里放松一下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一个主人房 然后呢 这边画了一个龙头 这个是一个龙洲的真的古董来的 它说呢 在三十年前买的时候 已经是有七十年历史的了 龙洲的头 那现在呢 应该是一百年历史的 就是文国初恋 很美的龙洲头 那这个呢 有一个饭桌 这张桌其实是放在外面的 不过呢 我现在没有放在外面 就放在里面 然后呢 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一个洗手间 有一个浴缸的洗手间 然后呢 有一个厨房 不过我都很少在这里煮食 功能很齿备的 一个很大的厨房 那厨房呢 也是望海景的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客房了 这两个睡床 我昨晚就睡这里了 对了 这个就是客房来的 这里写了一幅字 描述这里的风景就是 海天一色 这幅画呢 描绘的就是 下面的这个海滩 叫做南藤湾 一个无人沙滩来的 那这里就有些字画了 和一些很漂亮的世界各地 回来的摆设 那这间房里面呢 我猜这个应该是摩洛哥 或者是Turisia 那边的风格 还有一些油画在这里 最美的也是这里的景色了 看到外面的花园 和一个无敌的海景 中午的时间呢 我就买了一个 长洲的两送饭了 50元 黄昏的时候呢 我们来了海边这条鸡呢 吃晚饭了 哇 这间小菜套餐很划 一人一百元 二人二百元 三万三百元 四人四百元 都挺划算的 一百元一个小菜 四个人的套餐就是四百元 沙姜鸡 哇 这个小炒王 长洲的小炒王 这个呢 就是咸鱼煎肉饼 这个是士椒炒田鸡 好久没吃过田鸡 第二天早上 就去了屋后面的一个沙滩 无人沙滩 叫做南腾湾 走一走 如果我说 我现在身处在 毛里求斯 或者是 马尔代夫的 无人沙滩 你都会相信 不过如果我说 这儿是距离中环 半个小时的地方 它可以享受到 这个 沙滩的美景 在哪里 这里呢 还有一家 Outdoor Cafe 上面这里 写着呢 1996 Atlanta的奥运会 滑浪风帆第一趟 或者当年了 我们第一块金牌的选手 你们山上应该就在这里练 它的滑浪风帆了 走过来 这边已经是华威酒店 这里就是最著名的东滩 那边呢 很出名的 东提小竹 开始吃我的早餐了 很喜欢坐在街边看风景 或者给人看 根本是一种享受 特别是这个这么游行的小岛上 吃完早餐 长洲游行的一天 又开始了 其实我都不受寂寞的 我去沙滩放一下飞机 看看沙滩 我已经很开心了 这儿了 这个就是长洲最高点 不调停 哟 这里可以看到 很壮观的日落 好像有棵树借了 另一边呢 就去望到长洲了 就是不调停 你会看到 在海中央 有个渡轮 制作中环 这家屋很漂亮 全部都是看到海景 这个就是我的晚餐了 还有很久没吃过的瓦仔糕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看见一个这么美的日落 Good Night, Chang Chau!